好 早晨 那我们再看 将时间再看 看到什么呢 关键的消息 第一个消息 是5月15号 纽约的铜 一度飙升至5.5% 逼近历史的最高点 我们可以通过 国际市场里的纽约铜 找到 这个蒸铜 创造历史的新高 铜的这个标升 对于我们的港股里来说 有什么影响呢 当然有 生产铜的这个企业 赚到爆 那有哪些企业是生产铜的呢 第一个 江西铜业 江西铜业 随之 同价的这个标升呢 我们可以看到 江西铜业的这个 怎么样 股价 也都是一路标升的 由1月份 到我们现在的5月份 翻了整倍了 那会不会继续向上走呢 会 只要铜 一日不回调 江西铜业呢 就一路会继续向上走 所以如果你们想知道 江西铜业 还可不可以买 可不可以保持 可不可以持有 那你就看着 霸财的这个铜 这个走势 它是继续升的 这个持有 那短期 铜是继续升的 还是继续下呢 我想 它会保持在高位的这个 这个 状态 保持在高位的状态 只要铜 一直保持在4.8元之上 江西铜业绝对是赚钱的 绝对是赚钱的 所以你们可以 继续 关注铜 以及 保持对于铜 抗产企业的 这个 支持度